大家覺得那解散了是不是你開始要低潮了 可是那時候我還是有固定主持節目 大家都很期待一些很戲劇性很抓麻的 但是很抱歉 我就是一個很沒點的人 讓大家失望了 不好意思 薛士林 做工的人 薛士林 生生世世 我記得當下在典禮上比較驚嚇一點 就很像血壓突然飆高 然後快昏倒了 很像進入自動駕駛模式這樣 然後就上去 然後就切血了 對 當時的心情是這樣 我的朋友 他很愛做夢 他把我們身旁的那些人都拉下去 原因就是 全部都沒穿到血 反而變得越來越窮 真的入圍得獎 我覺得意義最重大的是 我覺得這個獎不是我的 這個獎是我的團隊 我們身旁這些一起努力工作的人 然後還有作品 不是我自己一個人完成的 我覺得都會想到 那個時候在拍攝的時候 大家就是在那邊要死要活的 我就覺得都替大家值得 來來來來來 請問這些錢一直一直錘 你的地名 一定一直起見 對 你說差也賣到全世界 意思 小小 我同一身都慘得 像行人家說 你來亂州 我家的行程 撐海 我對文貴的理解是 在客裝的生活 爸爸跟長子的關係會是最親密也好 最衝突 最直接 因為文貴是家裡最小的小孩 上面有四個哥哥 他之所以可以一直念書 變成他們新竹寶山第一個大學生 不是他因為他喜歡或者是被逼迫 是因為沒事做 因為家裡的活都被上面四個哥哥跟爸爸 那你幹嘛 那你念書好了 因為沒有做什麼工作 因為我沒有經歷過什麼大風大浪的狀況之下 你要入醉到一個這麼大企業家的門下 所以前面會比較避俗 比較溫吞一點 懵懵懂懂的就被拎了去 看到 哇 這麼漂亮啊 太棒了 賺到了 對 然後到後來被爸爸趕出家門 然後決定開始 不只證明自己 然後更是想要跟爸爸證明 然後還有證明給余翰誓言的一心 他們家看的那個想要證明什麼的 野心越來越明顯 對我來說 音樂角色的成立是旁邊的人在綁他 小聰可能只是美術給你一個道具 大到你去學習了解客裝的歷史 然後關於1949年那時候 台灣到底發生什麼事 真的是目前幕後的人 美術道具化裝造型 我身旁的對手 譬如說余翰 然後演我爸爸的部分即興 即興哥 神豪哥 郭哥 對 大家一起 這些東西全部構成一個世界觀之後 整個一個package拿給觀眾 人家在講沉浸式體驗 對我來說就是類似這個東西 因為 例如說小美人魚好了 裡面每個角色都很重要 包含比目魚 包含烏蘇拉 包含烏蘇拉旁邊兩隻電蠻 我不需要一定要當小美人魚 這樣就舉例不好 反正就是我不需要當做小 但是賽巴斯丁也必須做好賽巴 秤職才會讓整部戲好看 才會讓小美人魚好看 我不需要覺得我一定要當星巴或什麼 非星巴不可 沒有 當彭彭 當丁滿也很好 因為沒有彭彭跟丁滿 獅子王也不會好看 我就跟你講 錢就是爛的儀聲 有錢就賣白 寶貝 用錢來砸我 醫生遠離我 出劇組之後才會享受 進劇組很痛苦 譬如說在錢之會 甚至企劃提案的時候 光是導演在講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好 你不要講 我不接了 我要退休 你不要講 我不想聽你企劃要怎麼拍 我看他們講話的樣子 然後聽他們描述的畫面 我就會覺得很感動 但是一邊又覺得 天啊 不要找麻煩好不好 拜託 因為每次拍攝的時候 不管是時間的壓力 然後或者是情緒的壓力 或者是 還有可能睡眠不足 環境條件很差 可能就是革命情感吧 結束了之後 你跟大家一起看到作品的時候 我就都會想到 欸 我沒有放棄耶 那個誰也沒有放棄耶 欸 那個誰也沒有放棄耶 然後就會覺得很美好 就是真的很享受 身旁的每一個人 在不同的位置 然後 你只要把你自己顧好 就好 然後這個大機器就會轉動 很順暢 我覺得那個感覺 對我來說很奇妙 很酷 有時候我很謝謝身旁的人 不管是團隊的也好 不見得每次都是 你有意識做什麼 而是 對啊 你對我的幫助是無意識的 可是我就是被幫助到 所以我當然謝謝你 在大學的時候 我已經開始在自己 做劇團跟樂團 就是真的也是運氣好而已耶 在表演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老闆製作人 剛好是評審看到 然後所以就是結束之後 他就打電話說 欸 計畫要做什麼什麼什麼 你有沒有興趣 就是這麼 無聊 對 跟運氣好 那解散了是不是 你開始要低潮了 你要想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都沒有變 因為就是合約要到啦 好 那我來想想看 接下來要做什麼 對 跟大家 外界理解的 好像不太一樣 物欲好像偏低 然後也很幸運都還 生活上都還過得去 我覺得也是一個 一般的人 難道我要在路上就是 高舉LED 雙料影帝 放在那邊嗎 雙料影帝在此 這樣子 跑馬 不可能啊 對 所以 就很一般的 一般一樣的 對 跟大家都一樣 好 好 好 我來